在第六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的上的发言 作者 陈桂秋 我每天晚上在精确计算着时差 确保我打电话的时候 谢阳不是很忙 我们持续进行着祷告和祝福 这样 的祷告突然在2022年1月11日终止 我再也打不通她的电话了 谢阳第二次被捕是如此的突然 发生在她去寻找那位被精神病的李甜甜老师之后 我是在上班的路上接到健刚的电话的 我依然需要平静的上班 下班后 我平静的和孩子们解释爸爸又被关押的原因 我假装平静的接受这个事实 我知道我需要接 受很多事实 自2015年的709大抓捕以来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没有向长沙市公检法司勾兑屈服 我和辩护律 师们支持谢阳案的人们一起 揭露他们的违法 他们的作恶 我们曾经打过一场美好的仗 魔鬼没有放弃我 这几年里魔鬼竭力在摧毁我的 家庭 我经历了抑郁以及随之带来的疾病 我经历了家庭关系与我的剥离 我经历了八次连续失败的托福考试 我竭力想证明自己 结果我还是不行 我甚至不能克制自己的泪水 常常在做饭时嚎啕大哭 我已经等不及躲在厕所里无声地哭 是的 魔鬼想摧毁我的生活 我的意志 我的希望 但我要出门 在最冷的冬天里 我顶着寒风 我要去教会 我的教会姊妹在等着我 她要为我读圣经 为我祷告 为我 擦去眼泪 我终于走出了魔鬼的控制 神给了我平安和喜乐 看了 我已经走出了魔鬼的控制 神给了我平安和喜乐 我已经穿 上基督的盔甲 常常祷告 时时赞美 我就是那被神拣选的人 不是因为我如何努力 只是因为我渴慕神 我接受神的爱 击退了那阻挡神的爱的 魔鬼 我依然每天祷告 祷告圣灵保护谢阳 祷告神赐下平安和喜乐给谢阳 我们家的故事 难道不是我们这个人权律师群体故事的一个缩影吗 朋友们 吊销我们的律师证 关闭我们的律师事务所 摧毁我们与家人的亲密关系 甚至利用酷刑 非法关押闭门审判我们的律师们 你们害怕 恶吗 你们服气了吗 魔鬼 这就是魔鬼 他们进行着这样那样 有形无形的摧毁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 他们能毁灭了神 莫呢 丁家喜 许致永安的律师们 被逼迁的保密协议能掩盖酷刑吗 能掩盖那个非法法庭的罪恶吗 被酷刑后的余文生 难道不是在用左手写着自由二字 吗 八年的牢狱 难道不是吴干对他理想追求的最好诠释吗 三年后的陈家红不是再次有着爽朗的声音吗 失踪四年的高智盛 不是对中国掌权者最好的讽刺吗 朋友们 我们不能沉沦 我们要有清晰明辩的心 世界的掌权者 是那造物主上帝 不是那些酷刑我们 剥夺我们的探视权 通信权的人 不是那群明知违法 却还宣布这个颠覆 那个煽动颠覆的集团 不是那个鲸鱼计算 鲸鱼奴役我们 把我们当韭菜割 割了我们的父辈 割了我们 又来割我们的孩子们的那个集团 朋友们 我们要迎接那爱我们的神 我们还要紧防那魔鬼的化身 化身为金钱 权利性 这些东西狡猾的隐秘在细节里 让我们陷入罪里 被罪所 控制 剥夺我们内心的自由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要敬拜的 他们让我们远离神的爱 因为神造我们 所以我们尊贵 我们应当被爱 我们要借着神的爱连结 我们不要在罪里受折磨 那十字架上荣耀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 我们就当有做人的尊贵 荣耀 威 言 我们当被政府所尊重 我们有律师职业的权利 而不是被随意吊销执照 我们有履行的权利 而不是全家被列入黑名单 被限制出境 我们有受教育的权利 而不是把我们的孩子 闻聚于学校之外 我们的身体当被尊重 不能随意被酷刑殴打折磨 我们的信仰应当被尊重 不能囚禁我们的牧师 烧毁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有权利选择谁进入政府为我们服务 我们更有权利监督政府为我们服务的质量 我们有太多想要做的 因为我们爱这片家园 我们有太多需要被尊重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尊贵 荣耀 威严的 这 就是我所认识的人权 这 也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人权 谢谢 2022年7月9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